那我在桌面上就会产生一个像这样的东西了 这个就是争议期 长得像这样 那我要怎么去给别人使用呢 一你可以把这个档给他 这个时候的话呢 一样对方会请他把它打开来 打开启用聚集 二的话呢 请他做一件事情 就是去把它另存新档 这个 选项 这个 这个理论上应该是直接 call过去 OK在这里的话 我先更正一下 这个先不要这样存 将来你直接不要给他争议期 你直接给他那个档 假设这个档 跟正一下 你给他这个档的时候 同时特别注意 我刚刚这个地方 一样让他启用 刚刚 一样是争议期 不过差别是在这边的 你直接给他原来的档案好了 那他另存新档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路径 请他直接打开 然后另存新档 他会自动跳出 他争议集的路径 这个争议集的路径就是说 将来 如果把这个争议集 把它存档 存成争议集的时候 会自动帮我放在 这一台电脑的争议集的启动路径里面 那也就是这一台电脑一打开 他就会启动这个争议集 把它储存一下 把它储存 记得请他自己另存 存在他的争议集里面 储存 储存之后的话 还要再做第二件事情 一 先另存到争议集 二 再到那个其他命令 一样是其他命令里面 找到争议集 这个跟开启那个 刚刚那个 我们之前开启那个 开发人员标签 那个路径是一样的 开发人员在这边 请你点下面的争议集 那这个时候争议集 你会发现下方有个管理 管理里面的话 有那个Excel争议集 跟CAMP争议集 那因为我们 我们是用VBA写的 所以是Excel的争议集 你帮他执行一下 争议集 这边按执行 他会跳出什么 逻辑函数 请记住 第二个动作 请他另存到 争议集里面之后 那争议集会进来 可是还要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它打勾 因为如果你没有 把它打勾的话 他的那一些函数 也不会引用进来 OK 你要先把它打勾 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以把它关闭了 OK 关闭了 那我们再开其他的 当然我刚刚写 是写在那个逻辑函数 那其他函数 是其余时间函数 里面是没有的 不过如果你有启用 那个就是说 我有把那个 争议集加进来的话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试试看 比如说我在任何一个 储存歌里面 插入那个什么呢 插入函数 理论上应该是不会出现 刚刚那个什么 成绩函数 跟成绩函数 那个多重的 那两个函数是不会 不过因为我把它存在 争议集里面 这个时候的话 各位可以发现 本来应该是不会有 这所谓的使用者定义 因为我这个档里面 是没有写任何VBA 也没有写Function 可是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它居然出现了 使用者定义了 OK 所以你这个地方点击它 会不会出现 刚刚我存的那两个呢 出现了 有没有 那也就是说 它只要存在 它的电脑里面的争议集 第一个 所以你给它 不要争议集 所以刚刚那更正一下 第一步是 直接给它那个档 叫它另存成争议集 那时候它会自动 跳出的路径 就是它自己电脑里面的 争议集路径 储存 但是第二个动作 记得就是说 再把它怎么样 再把它就是设定起来 设定的部分的话 记得是从 这个箭头里面的争议集 去把它打勾 这样就OK了 所以这里我想 各位可以试一下 方弦部分 那我们刚刚是主要是 利用这两个方弦来做练习 OK 来把画面 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这两个方弦 我想你们就先 好先贴上好了 先贴上